大家好,我是陈波 今天我们来学习运算符和控制流程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键字和保留字 我在这里列举出了几个平台的关键字和保留字 关键字就是已经在使用的 保留字是以后可能会使用的 那么大家在以后的开发当中 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些关键字和保留字 来当我们的变量名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其实犯不着 为了一个变量名 就让自己写的代码出错 可能有时候还找不到 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尽量避免取这些名称 比如 比如大家就不要取什么 Float,Switch,Float,Public,Float,Vase 这些 大家不要取这些变量名 这些变量名是系统已经使用了的 那么大家取这些变量名 可能就会出错 就会报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运算符 在这里我列举了常用的运算符 有 亏号 亏号 亏号一般用于数组 表示 下标 然后就是点号 点号多用于向量 向量的符合分量 结构体 然后就是大于小于 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不等于 等于 取反 且 后 三不运算 加 加减 整除 取模 等等一些运算符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取模 取模它也有可能是被 莫的函数替代了的 那么在这里 取模它可以着用于整数和负点数 在不同的平台 可能 取模是不能着用于负点数的 我们只能用 莫的的函数 来进行替代 那么它的结果 其实就是 x减去 x除以y取地板 省以y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进行注意一下 当向量 在进行加减 整除运算的时候 它其实是 两个向量 对应的元素 进行相 加减 然后将它的结果 存储到我们的目标向量的 对应的每一个元素上面 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要求 它的要求就是 我们两个向量 它的元素 和个数 必须是相同的 也就是我们只能使用 比如这里 flot4和flot4相加 相减 相成 那么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flot4和一个flot2进行加减 成除的 比如这里 我们有一个flot2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使用 a来加u 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大家在这里一定要记住 我们只能够使用flot2和flot2进行运算 flot4和flot4的类型进行运算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对于矩阵 对于矩阵来说 乘法表示的是矩阵相成 而不是矩阵的每一个元素相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控制流程 控制流程大体上面跟我们现在使用的编程语言里面的控制流程是一样的 有返回 就是return 然后就是if else if condition满足 我们就执行什么 else if condition满足 我们再执行什么 然后else我们执行什么 然后就是for循环 还有while循环 以及dowhile循环 这些控制流程跟我们所平常使用的控制流程的语句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 就是if else for循环 while循环 dowhile循环 这样的代码要尽量少写 或者说能不写就不要写 无论是在顶点组合器里面 还是在片段组合器里面 大家都要避免编写这样的代码 因为这将直接影响我们的渲转效率 在这套课程之前 我让大家看了一下一些前置的课程 大家看了之后其实也能够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少写这样的代码 因为我们的模型数量非常庞大 执行的次数非常多 那么这样叠加起来之后 我们的这一个执行次数 其实就变成了几何式的方式来进行增长 那么为何if else也会变得非常慢呢 这个其实是由GPU的特性决定的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if里面的内容和else里面的内容 都会被GPU执行 所以大家也不要企图通过if else 来优化我们的性能 最后就是我们的函数 我们可以在c的里面 定义我们的函数 函数的语法跟c加加c语法是一样的 但是有几点需要我们注意一下 第一点就是参数为直传地 第二点就是不支持地规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我们打开我们的UT3D 然后打开我们的脚本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比如int 我们用fixed来 当我们的返回值 fixed test 然后我们传入一个参数 比如a 然后我们返回一个a 神义2.0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神义我们的函数 然后传入一个参数 我们就传1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知心结果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球变亮了 这一个就是我们编写的函数 这个函数的语法 跟我们c的语法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除了这两点 需要我们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还可以写成这样 比如返回一个布尔形 传入一个ab的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判断 a和b的关系 然后返回它们的关系 比如我们可以计算 某一个值的平方 等等一些 最后就是一些类似的函数 这些类似的函数 其实就对应着我们的 汇宾指令 比如在这里 我们可以来对比看一下 比如这里取决的值 取决的值其实也就对应着 这里的 汇宾的取决对值的指令 然后比如我们有一个mine 那么在这个指令集里面 我们也可以找到 这一个mine的指令 比如在这里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 nomalize规范化 我们其实也可以找得到 那么这个指令 其实就是这一个 nrm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结果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比如说还有power 我们其实也可以找得到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一个power 那么类似的这些函数 其实就对应着 汇宾的这些指令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在下节课程里面 我们就来结合我们之前讲到的内容 来实际的编写一些常用的shader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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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节课程中 谢谢大家